法国国会下个星期将会开始辩论劳工改革法 多个城市星期四再次爆发激烈的抗疫声浪 其中在首都巴黎就有15万人上街怒吼 瘫痪交通 就连机场的航班也被迫取消 防爆警察被迫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 警民冲突一触即发 最终执法队伍逮捕了124名滋事者 另外有24名警察在执勤中受伤 其中三人的伤势严重 法国巴黎和其他城市星期四再次爆发 反劳工法抗疫 十多万名工人和学生上街抗疫 具争议性的法案 示威者批评这项法案根本是偏袒资方 并表明坚决抗争到底 有了前阵子的催泪弹之箭 示威者这一回全副武装 戴上防毒面罩 头罩 长袖外衣上阵 示威者更直接向警方抛置石头和玻璃瓶 眼见情况失控 警方释放催泪弹镇压 双防疫来一往 在巴黎大街上上演没完没了的警民对抗 警方最终强行逮捕了多名滋事分子 骚乱裁告一段落 当局证实除了巴黎之外 当局在南特 里阳等城市逮捕了124人 另外有24名警员遇及受伤 其中三人伤势严重 与此同时 巴黎两座机场也因为职员集体罢工 被迫取消20%的航班 损失惨重